能否先取得好球術 對他來講 其實非常重要 我覺得大志要小心面對 我覺得應該是干擾事的一個動作 他不是男子 他有料料論人 心料的現在有多會癢癢 但是我們有料理中 兩好球 裡面也蠻累其實耶 比較容易製造出局 三球三陣 漂亮 彩鳥第一顆炸彈 出局蠻累 挖地挖的球 我在外側的一顆 球在你手裡 回放落空 現在稍微緩和 緩和一下 切成了一個彈跳球 成功了 怎麼會 這個失誤損失慘重啊 怎麼會這樣處理啊 還傳播 你看 又多進了一次失誤 哇 李凱威 已經上到三壘 這個失誤 應該說是兩個失誤 一口氣輕壘 整個亂 整個亂 要看一下 看是不是這個跑者 跑到這個 三尺線內 唯一的機會 就在這裡 只能看這個球 是不是說 跑在三尺線之內 唯一的機會 好不然這個球 會被寄兩個失誤 要看慢動作 看這個李凱威那個 跑臉的一個 整個一個動向 是不是 跑在線上 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最清楚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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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線內喔 哇 對 防礙手臂 對 所以現在四個裁判都在討論 對 是完完全全是在線內 並沒有讓出這個傳球的空間 他就還是要看 裁判先生的一個認定 裁判的一個認定 嗯 可能需要一 一些時間嗎 一些時間嗎 對 包括打出去的位置 包括他最後的一個出手的一個 傳球的一個角度 對啊 都是裁判先生 所以要去參考的這個地方 是 所以 對 看一下 這樣的話 防礙手臂成立 防礙手臂成立 對 應該這個對方的總教練還會出來 不過 巧葉葉金莊總教練應該也會上來抗議 但是 主審已經做出了手勢 對啦 比較清楚的就是李凱威那個 跑臉的一個動向是在 白線內 巧葉上來了 這個判決其實 在這個判決之下 他就是已經成立了 已經結束了 所以分數上現在應該會歸回原本的4比1 對 葉總也接受 等於分數不算 奧到 對 滿考驗 對 這瞬間這幾分鐘大家的心臟 那這個半局 等於後面的分數 因為妨礙手臂的關係都不算 分數是凍結在4比1三分鐘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到現場 邦封 不要緊 我也會 我選我們 不忙 直接不算